一名罗里斯基日前因为在倒车时不小心撞到一名拿都的马赛地轿车 而遭拿都的司机和四名男子围殴 造成他的头和脸部受伤 男子被拳打脚踢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开后引起哗然 今天大约200名商业车辆司机在大马中小型企业家联盟组织的号召下 聚集在新街厂Petron友站声援遭围殴受伤的罗里斯基纳斯鲁法伊兹 就连有报案王之称的阿都拉尼也来插一脚 纳斯鲁法伊兹在受访时说 他在被打当天由于对方的行径就像是黑社会 让他感到害怕而不敢追究 大马中小型企业家协会的莫哈莫里祖安呼吁警方 尽快完成调查工作将嫌犯生之以法 我们看见一对的个人儿 就在与其他的避拒勤 我感谢了几制校时 比hana昨天对手轮映三人 我们希望那些人下去 又把划以扣除或者财存置 我们不喜欢不 prayer 据之,截至目前,警方已经逮捕了四男一女驻查 当中包括打伤罗里司机的人士